9月3号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宣布 终止与中国的英超转播商的合约 从2019-2020赛季开始 苏林体育获得未来三年的英超独家版权 双方签下了破纪录的三年7亿美元合约 约薪台币207亿元 转播由苏林体育集团旗下的PP体育负责 不过据英国《泰晤士报》报道 PP体育拖欠了1.6亿英镑的转播费用长达半年 英超声明写道 终止所有在中国的转播协议 就是停止转播的范围 为中国及其领土的版权商 不过港媒香港01 相拥有英超香港地区转播权的闹电视了解 发言人回复 我们的转播权不受影响 一级香港球迷仍看得到转播 新唐人海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